好 来 拜 公所团队前程上乡 竹田乡首座纳谷堂一安园终于完工 准备在下个月正式启用 竹田乡公募饱和 许多乡亲必须到邻近乡镇办理后事 因此为解决目的不足问题 竹田乡公所打造生命纪念园区 智路绿建筑设计及客家风水文化特色 更让这乡内的第一座纳谷堂荣耀获奖 因为我们竹田乡的乡亲 在等待我们第一座竹田乡立生命纪念园区 何时可以启用 竹田乡立生命纪念园区历经两年的工时 终于已经完成验收 今天我们竹田乡殡葬葬所开始进驻 在我们的生命纪念园区 之后为我们的乡亲服务 很荣幸我们竹田乡生命纪念园区 它这次荣获2020的城镇工程品质奖 的金质奖 医安园纳谷堂为三层楼建筑 设有1.7万个柜位 规划佛道教区及基督天主教等空间 园区中还有树葬区 营造至有人文关怀精神 且符合环保潮流的纳谷堂 同时公所也组织团队将公墓公元化 对于这个纳谷堂已经也从整地到这样完工 将近要营运也已经蛮多年了 像我们这附近就我们村民都到临近的纳谷堂 阿区击败什么各方面都非常不方便 而且这次本纳谷堂也有得到设计的金质奖 相信对于我们往后村民 往生者这些可以让他回归自己的村里这边 纳谷堂启用之后也希望说能够带动 我们周边的一些生意 也希望说我们村里 这个纳谷堂又要做绿美化的工程 希望说我们绿美化能够把这个纳谷堂的 那种一般民间对这种纳谷堂的 那种不好的印象能够改观 纳谷堂第一期预计释出1524个贵位 收费与临近乡镇相仿相仿 依贵位位置有不同价格 团队也特别建置线上系统 具备看贵位与追思功能 而公所也预计10月12日举办说明会 开放民众登记参观抽签选位 期盼着神明园区外来不仅提供 祖先舒适长眠 也为居民增添悠闲休憩的生活空间 屏东新闻不一听张志豪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